讓你需要用計劃的方式去解決它 這個是我覺得在寫這個計劃中的重要方法 我現在要對我一個人對此來講 再來就是說 我們剛剛的討論到就是說 我們想要解決的方法跟這個方法到底有什麼樣的價值 這個也是我覺得在計劃裡面蠻重要的一點 那譬如說你的解決的方法是不是很創新 還是你沿用你看到了別人的其他的做法 那在你這個一刻它的可行性又是怎樣 如果你創新了或是你沿用了 你的可行性到底是不是真的可行 它真的可以解決你想要解決的方法 這樣解決這個問題 那再來是可應用性跟可複製性 其實這我們大家提到 因為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我在這個一定去年 前年參加他們 因為那時候我還沒有升級 就參加了那個教育部的這個 他們學門就是我們的這個 這個流門的學門的 他們期末報告 然後在那個期末報告以後 我看到這個委員很常論的問題就是 他們那種希望說 這個如果這個是一個成功的案例的話 成功的計畫的話 那他可不可以給別人用 給別人的指向重施這樣子 那如果可以的話 那這個計畫就會比較的加持這樣子 所以那個 所以在撰寫計畫的時候 也許可以稍微比較著重一點的說 那你這個計畫 除了你這個一刻可以用的 他到底可以他重複加持在哪裡這樣子 這是第二個部分 那在第三個部分呢 我也是在 就是參加了這個 這個期末報告以後 我發現說 今天我參加的那些報告呢 那個研究就是 就是這些通過計畫的這些老師 其實幾乎都不是那個教育背景 那可是他們在解決想想提出的解決方法呢 都有他的議論的基礎這樣子 那比如說 你想要解決的東西 解決的問題 是不是有可能牽涉到 某一些教育的議論 那所以你在文獻回顧這部分呢 最好能夠 我是蠻強力建議是 能夠找到相關的理論 可以去支持說 你有什麼樣的方法 或是這個問題 這個人家文獻上面 到底探討到什麼程度這樣子 所以如果文獻上有相關的史證 可以支持這些的理論 或者是台灣的文獻跟國外文獻有什麼不一樣 那這些都可以提出來討論這樣子 像譬如說叫反轉教學之類的 那文獻上探討很多 那台灣也有很多的 所以最近也有很多的相關的文獻跟 這個教學現場的一些結果出啊這樣子 那所以這些是不是 能夠支持文獻上面的一些理論的 如果不行 那當然原因是什麼 那還有再來就是說 那這些參考了這些 站在確認檔檔上面 參考了這些東西以後呢 那你現在提出來的解決方法 你自己有沒有覺得 你參考這些我特別願意注意 或必須什麼東西 然後你在方法上面 你要不要做一個小之類的這樣子 所以這等於是你的心得 你參考這些東西 你要怎麼樣去解決方法 方法上面做一些調整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蠻重要的 解決方法這個立入進去 然後所以我舉個例子來去 就是用我之前提的這個計畫 那我之所以提這個計畫 是因為我在還沒有提計畫之前的那一年 就有一天就很心血來潮 然後就想 就這個上課 上個堂是大概三四週了吧 然後我就請同學用個Google form 就是設計了一個問卷 其中一個問卷 我想問他們說 你最想在經濟學這門科學到什麼 這樣子 結果我發現他們的答案 還蠻超乎我的想像的 也就是說他們會說 我想要能夠學了這門科以後 能夠用得上 以後可以真正拿來做分析 這樣子 然後或者是說 我想要學了這門科以後 能夠知道經濟學家 到底怎麼樣去思考 這些經濟現象經濟問題的這樣子 這個我還蠻驚訝 而且還蠻多頭學這樣子寫的 那所以既然是這樣的話 所以我就根據他們的這些答覆 去擬定我這門科 希望達到的教學成效是什麼 所以我在計畫裡面就 把這個教學成效 就是擬定有三個教學成效 那個價格問題 然後 那我為什麼講這個呢 是因為 我們剛剛提到就是 在申請的時候 我覺得力分技術很重要 那我也不是學教育的 那可是我發覺是說 在學生的回答裡面呢 這個研究動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就去搜尋了 那個就是教育理論跟 學生研究動機 你要怎樣去行錯學生的研究動機 能提升他們的研究動機這樣子 因為在文獻上面會發現說 研究動機是 學習成效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環這樣子 那所以我看了之後 我都發覺是說 我就看到這個 這個 譬如說 以這個尾例 Pintrich & Dushar 的這篇文章 尾例 他提到了就是說 你要行錯學生的學習動機 大概有三個要素 第一個 你要讓他們了解說 到底有什麼價值 你學這個有什麼價值 它重要性是什麼 然後第二個是說 所以根據這個價值呢 我剛剛提到又說 所以我從他們想要學到什麼 知道說他們其實 比較在乎的這個 學這文科的重要性是什麼 這樣子 那行錯學習動機的第二點是 要如果你可以讓學習者 感覺說你交給他們的任務 他是可以完成的 他就會提升他的學習動機 這樣子 那既然是這樣 所以我的方式就是說 我在這個解決剛剛講的 我要達到我的學習成效 我的方法裡頭 其中一個就是採取個案分析法 這樣子 為什麼採取個案分析法 因為個案分析法 可以把最近正在發生的一些 禁忌案件 如果我講的那個議題 我去收集最近發生的禁忌的案件 而且最好不要超過 就是最好是當年的 如果真不行 也許就往顯一年 這樣的同學會比較有感覺 這樣子 那所以用去收集了這個 跟課程的關係 課程單元有關係的這個個案 然後用他們已經學到的 已經學到的這個方法 去分析這個個案這樣子 教他們怎麼去分析這個個案這樣子 那所以這樣的話就是 可以讓同學用他學語是用的去 已經學到的 用在這個經濟分析上面 就呼應我剛剛提到 他覺得這麼一個 他想學到的其中一個東西這樣子 所以這個也是呼應了 就是在剛剛提到 就是翻轉教學的裡頭 很重要的一個就是 問題打向的學習方法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在這裡 在轉型的時候 也會參考到這方面的文獻這樣子 然後第三個 形作學生寫的那個 學習動機很重要的第三點 是要讓他們有 有情緒的感受這樣子 就是感同身受的感覺這樣子 所以這個既然要感同身受 所以我們就從那個 在心理學上面的一些設計 就是要 就是結合心理學上面的這個 這種這種角度 我們就想說要進來讓他 讓他有感受 那如果譬如說 我們在談政府政策的時候 我會一直談 什麼基地公司政策 你想讓他們 他們可能沒什麼感受 我想說這個 我就是比例的太遠 那所以 那個 上個時候的 對簽證 可能剛好有 好一些像 這個Uber Eats 外送人 發生嚴重的車禍之類的 那我就會用這樣子的 這個角度去設計一些 Google Form的表單 然後那個問題 你會問他說 如果你是外送人 你會覺得你想要用是 這個雇用制 然後還是你想要是 才契約型的那種雇用這樣子 那如果你是廠商 你會怎麼想這樣子 那又另外一個例子是說 譬如說 我也是一樣 像譬如說像政府政策的部分 我們還談到了價格管制的部分 如果你講其他的價格管制 他同學們比較沒有什麼感覺 這樣子 比如說房租管制 沒有那麼大的感受 所以我在設計上面 我就設計了 這個Uber Form 就設計了 聽我們問他們說 如果你現在想要在 你在學校沒有申請到宿舍 那你要想要在校外去 這個找宿舍的話 你會考慮那些 大些層面的事情 這樣子 那些人寫 然後第二個 我問他說 如果你是房東 你要出房給學生的時候 你會考慮哪些那些民宿 然後第三個問題 我就問他們說 如果現在 我們桃園市政府規定說 中央大學附近 或是矩蘭大學附近 這個房租不能超過 譬如說三千五百塊錢 然後我讓他們去思考說 你覺得這樣子好不好 然後是因為這個東西 就會從他剛剛講的第一題去思考 然後他講第二題去思考 所以之後他們會把答案都出來 他們會把答案都出來說 最後的結果是 你反而造成更多的短缺 然後是供應出來的房子的 這個品質會變差 反正很多這個 這個這樣子的一些結果都出來 所以這樣子之後 我再待度要討論的東西 這樣子 所以我是用這種 洪麗星的這個角度去行作 這個他們的這個學習動機的第三點 這樣子 所以這個 也就是說 這個重點要強調的是說 歷格率基礎 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那不僅是 我自己再申請兩次的經驗 還有包含我去提提 我報告的經驗 這樣子 好 然後再來是 這個 研究架構步驟 跟代驗證的假設 都顯得非常的清楚 非常明確 比如說 我想要 這個 根據剛剛的這個目標 那如果我要 使用我的方法的話 那我要做 這個 這個 想要檢定的這個 目標是什麼 檢定的問題是什麼 把代驗證的假設說得很清楚 驗證1 驗證2 跟1的假設1 假設2 假設3 然後接下去 你要怎樣去驗證 你的驗證方法 也都要針對每一個 Research questions 做很清楚的描述 那再來是 因為 畢竟你在寫的東西 是你自己最清楚 那是你要讓委員能夠一目了然 很清楚的進入你的邏輯 那很重要的是 你在適當的地方呢 也許浮移那個 圖形或者是標格 那這樣子會節省他很多的 這個月底上面的力氣 可以讓他很清楚的抓到 重點的樣子 所以我舉個例子 1 2 來說 像這個計畫裡頭 我採取的是 多元的教學法 那為什麼採取多元教學法 就是因為 這些學生 是一個3C 世代長大的學生 他們有時候 然後就是如果你播放一些相關的影片 這個Youtube影片 或是我都有另外找的一些 這個跟國際的個案有關 一些DVD的影片 加到那個 我們探討的這個 副特的單元裡頭 他們會比較感興趣 我原來的想法是這個樣子 出發點是這個樣子的 然後再來是說 這個經濟量的東西 我們剛剛提到 然後HoloFone的表單 我剛剛也提到 就是這個家境 然後一般的傳聞感受 然後還有PPT 這算是比較傳統的 然後再加上這3個這樣子 那在學習成效上面 我覺得 我根據學生剛剛寫的這個問卷的反應 然後我自己想要達到我這個目標 那我設定了這3個 我希望可以提升學生的經濟觀念 而且這個提升經濟觀念 要是比較明確 比較要詐實的 那我的重點是 我很希望他們學了這門課以後 可以具有經濟密集的關心能力 可以帶著走的 因為經濟的狀況 這個訊息萬變 所以經濟的密集也是訊息萬變 所以如果你只知道現在 又只知道現在這個問題 你沒辦法應用到其他的經濟密集的話 你是帶著走的 對他們來講 就是比較有用的 比較沒有價值的 那所以我設定了這3個 那當然學習興趣也是很重要 你有興趣的人 你還會願意花力氣這樣子 所以我就設定了這3個 那再來是說 所以我接下去的研究問題 我就是用這5種的方法 來看我怎麼樣 能夠達到這3個目標 這是我的第一個問題 我把它稱為是多元教學法 然後再來是 我也想要知道說 那究竟其中的哪一些對哪 所以剛剛講的學習成效效果是比較好的 如果我知道它效果比較好 下次就在比例上面多用一點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 學生的這個背景 因為我會去收集學生的資料 所以我會知道 學生的背景跟組成的狀況 所以我就可以看看說 如果這一屆的學生的組成 跟我上一屆也許有些差異的話 那我的多元教學這個配備 我也可以做一些調整這樣子 所以我想知道 學生背景跟組成是不是也會 對於這個多元教學成效有所影響 所以這是我的三個 這個學習的目標 對不起 那個就是那個 Research Questions 這樣子 那 所以 可是這個看起來就有點複雜 五個方法 三個學習目標 這樣 所以我就用這張表 來去表達 我每一次這18週的上課裡頭 我每一次除了 我每次上課會有講授跟那個批評器 所以我只要多這三個就可以了 所以我先用這一張表 讓那個 就是 評審很清楚的知道 我每一次的上課到底使用了哪些方法 有時候是使用兩種 有時候使用三種 而外的兩種 而外的三種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表格是蠻重要的 那個表達方式 然後 那在資料的 那個在研究設計上面 那個 那個 我需要收集資料 那 所以我的收集資料 剛剛月娃有提到 這前冊的問題 喔 對不起 月娃 又提到 前冊的問題 那這個前冊 我也是看了 那個 就是在 在那個 期末報告的 那個強策 還有 看了那個 教育部的 在上面 這個期末報告的 大商商的那些報告 我發現前冊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他們想要知道 那個 這個 你還沒有上正門課之前 跟上正門課 辛苦你的設計 上正門課之後 他的差異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前冊是非常重要的 我也有設計前冊 然後再來是 那個 我這邊也會收集 課堂參與的狀況 那 課堂參與的狀況 除了他的出席 因為我有Google Form的表單 然後還有 這個 其實我還有加一些 那個 像E-Class的一些 一些測驗 所以我都會知道 學生的 那個 參與的狀況 學生上課的 這個參與的狀況 然後 再來是 這個 因為他們會填 Google Form的表單 然後 我就會請 那個TA 進來去批列 批列什麼 用心程度 因為有些人回答 一個問一下就是 你請他回答至少三項 然後他就連結回答一項 那有些人都寫得很詳細 即使你沒有刷到幾項 他都寫得很詳細 這樣 你都很可以看出同學 是不是很敷衍的 或是很認真的樣子 我就請他 請那個助教去批約 這樣 給一個等級 分數 去批約 來去表達他的用心的程度 這樣 這樣的同時 帶來他參與的狀況 這樣 然後再來是 執筆測驗的成績 在執筆測驗成績上面 每一次考試 我都根據我的三個Learning Goals 去設計題目 所以每一次我都有他三個Learning Goals 的那個成績 那譬如說 各樣分析他成績是多少 經濟觀念分析 各樣分析體是多少 就是這樣子去得到他的這個 這個數據的資料 然後再來 請問的時候 就進行總結性的評論 總結性的評論 我就請他們 針對這個每一個Learning Goal 每一種方法 每一種這個學習方法 每一個Learning Goal 這個 去評論這個 他一到六分來去表達 他們覺得哪一種學習成效比較好 所以 研究方法上面我採用的就是 既然收集了那些這麼多的資料 有的是考試成績 然後一些 還有個人的一些狀況 個人一些特徵 然後 還有主觀的評量 所以我就採用了這個 這個OIOS的方法 就是最少評方法的方式 然後還有 大家可以解釋鏈 可以解釋鏈數做到他這些 我真的想知道 這些影響大家這些東西的 這個成績 方式的因素這樣 然後那個 Wordered Value Model 其實最主要是因為 剛剛講的這個主觀的評量 這種Ruby的這種設計 他都是主觀的評量 而且還有這個 那個分數越高 代表越好的這種特性 所以就是用這樣子的這個方法 那所以 這是我的這個研究方法 那現在講的那麼多 那 可是我想 如果小大委員 一目瞭然的知道 我剛剛整理的架構的話 所以我接下去 就用這個架構圖 所以這個也要很謝謝 我覺得像教法中心提供的 這些說明都很有幫助 除了參考教育部的 然後也參考教法中心的 那教法部其中有一個 他提到 他也是提到 例如說 用這個表明是表達 尤其是這個架構 原作架構是代重的 所以我也加上去 那 那個 比如說像這個 就是我在教學方法的設計 會稍微標註一下 要注意什麼事情 然後接下去的這邊 這四個就是我資料收集的方式 那每一個像剛剛提到的這些東西 資料收集的方式 然後怎麼樣那個 植體測驗 怎麼樣去跟 Research Quaking 做一遍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研究的方法 先用一個基本的 基本的東西去做分析 然後再一個 在這個 蓄數統計的方式去做分析 再來是用一些檢定 然後回歸的方式去做分析 所以這就是我的架構圖 要稍微做一個 一個例子 然後再來也是一個例子 只是用標的方式去做分析的 也就是說 我剛剛提到就是 學習成效有三個 然後來 多元教學法又有五個 所以每一個學生 他其實就會填十五個問像這樣子 然後每一個問像 他都會給他們的 給這個主觀的評量 所以就單獨的 譬如說 就 Very Long Two 我就有他第三個方法 學生覺得成效是五個 每一個我都有這樣子 那所以我也可以 就是 縱向的來看的話 我也會知道說 可以把這個縱向的這個結果 把它加總 知道說 第一種方法 他的那個 整個這個 這個 學習的成效是怎樣 平均的學習成效是怎樣 所以我每一個方法的 那個平均的學習成效 除了剛剛講的個別的以外 然後橫向的呢 我也會 橫向的加總 然後平均我也可以得到那個 那個 譬如說 任命用1的那個 這種 五個方法加人起來 那對於任命1 5公1的那個 平均分數是多少 這樣子 所以我都可以進行 個別的分析之外 還可以進行 重向的分析 還可以進行 長向的分析 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我的這個 就是 方法代理 就是說用題型 用表格 把剛剛講的這個東西 可以用比較簡潔的方式 把它說明出來這樣子 那 所以這是前面這個 四個Session 那既然接下來 第五個是關於 知道收集要注意的方式 注意的這個事項 那這個也是跟 像一般我們 大學 學經濟的大部分 在做這個研究的時候 採用的都是 政府部門公布 就是以政府部門公布的數據 為最主要的吧 那所以我們比較少去收集 這個 這個 用進行重量調查 類似或是類似這種方式 去收集資料 所以 那這個計畫 就非常不一樣 這個交流計畫 不一樣 因為他針對的是學生 是人 然後 他們會表達他們的偏好 然後還有一些背景的資料 那所以呢 就那個 教育部就會很注意說 你在人體收集的時候 這等於是人體資料的收集 你必須要符合學術的一些規範 這樣子 那所以在 比如說你在執行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在執行之前 必須要讓這些學生 填寫執行文藝書 他們要願意 他們要便宜這樣子 那所以這 這是跟其他的 這個研究不一樣的地方 至少在經濟學能 是這樣 但其他學能 比如說像 像那個理工學能 可能就比較 比較 原來就會比較殘用這個 那 再來是 我剛剛有提到 這個 那個 預期的成效 跟這個計畫的可負自信 是很重要的 那 所以在這裡呢 要很清楚的聽說 比如說 你預期這個成效 對學生是怎麼樣 對你自己是怎麼樣 然後他是不是可以做事 這樣子 那為什麼談到對自己呢 其實像我今年八月去參加期末報告 然後我問了一個問題 我覺得很好 他問我說 那對 那你還沒有實施這個計畫之前 你覺得 被實施計畫之後 你覺得 這個 這個 你有什麼樣的差別 這樣子 那所以就是說 他們會很想知道 這個 對學生的學習成效 然後還有 對老師自己 然後還有 你是不是可以 這個 這個方法 可以複製這樣子 這 我覺得這蠻重要的一點 所以你可以 不妨在那個 預期成效 這個部分 說明清楚 然後再來是 也許也可以用條列的方式 去很明確的指引 這個成效 這樣子 所以 我 我 不知道 我還有幾分鐘的時間 不好意思 就是 我們 預定就是 老是三十分鐘 希望不太了 還是說 老師要先開放大概五分鐘 還是說最後我們留在最後腳 因為 我不清楚 哪一段時間 那 那個 在這個研究的結果上面 我都發現說 學生的課堂的採取 跟成語是正向的顯著的關係 那其中 又以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用心的程度 他是具有顯著正向的 那 如果是課堂出席的話 我們控制很多的其他變數以後 我發現說 他就變成不顯著這樣子 這樣子 那就沒有顯著的一個 這個關係 所以就是說 這邊可以得到的就是說 怎麼樣去 看法上面怎麼樣去提升學生的 願意參與的那個參與程度 其實對學習成效是很重要的 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 分別正對剛剛講的這個三月能力後 發現說 成效最佳的是經濟觀念的提升 這是他們平均分數 經濟觀念的提升 然後再來是分析能力 然後再來是學習的興趣 但是這個具有顯著關係的是這個 也就是這個 第一個 是顯著的標語這後面的兩個 這樣子 這是我的 至少在這裏課得到的結果這樣 然後第三個就是說 我發現說 成績跟學生的某些背景是有關係的 那我用的是學生的這個 這個考試成績 考試成績 所以是客觀的學習成效 我發現說 這個不同的入學管道 他的這個差異是很明顯的 這可以呼應到相關的研究的發現 就發現說 入學管道是影響蠻大的 因為有很多的研究會發現這樣 然後這邊才發現是 雙組如果問同學的問題 也包含它是雙組學子系 然後也就是雙組學子系 某或是財務學生的學生 那他們的可能相對 他們的其他兩個都相同的情況之下 他們的數據性分數會比較大這樣子 然後還有 那個我有做一些前授 然後就發現說 這個那個 你前授的分數比較高 比較低 或是不同的學院 他對你的考試成績沒有太大的影響 就是沒有顯著的影響 沒有顯著的影響 那我實際上包含是說 他修課之前具備經濟觀念 包含是說 我剛剛講的前授 我還有問他們 你高中有沒有修過經濟課程 我還有問他們說 你高中修過幾門的經濟 幾個學期的經濟課程這樣 那這些得到的結果都很明示 你就是說 這些事故跟考試 就是說 成績上面沒有很明顯的差異這樣子 然後在 就是在個案分析的部分 因為我每一次考試都有分三個部分 那這個剛剛講的是總分 那個案的部分 倒是管院學生他相對是比較高的 平均大的高 已經協助到兩分 然後再來是 學生的主觀評量裡頭 這是主觀評量的分佈的情況 分佈的情況 這個box plot 那從這裡可以看到 這兩個 那兩塊是最高的 很明顯的高於其他的 那這兩塊是經濟課案 跟課堂的降手 那平均的認同的分數是 50分跟50分 顯著的比另外三個都還會高 這樣子 那所以再來是 就是個案分析 剛剛我們提到說 課堂講授的個案分析 是明顯以另外三個高 那這個個案分析裡面 其中對於Lenggo3的效果是最好的 然後課堂講授是對這兩個 然後你可以發現說 每一個就是不同的方法 事實上它對應的學習的成效是不一樣的 這是這邊發現的 然後再來是 那個 發現說 大家學習成效跟學習的特徵 一些學生的特徵有關係 更好講授對於女學生 然後還有這些 這些比較好 比較有幫助 然後基基個案呢 很明顯對於學生的效果是比較好 然後Google表單的這種填寫 對於女學生 還有這些雙足修還有這些 課堂差比較低 或者是指考或其他 不學的短高 在學生裡面這個是比較好 所以也就是說 不同的方法 對不同的學生 和這個學習成效似乎是不一樣的 有差異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 還有剛剛講也有DVD的播放的影片 就會發現 也許對於非人色的學生 還有對這些 事實上是比較有幫助 然後再來PVD的獎勵 我們也發現對某一些學生的學習成效 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的建議跟形式大概是這樣子 也就是說 在形式方面 我覺得普通的教學方法 它可以提升的成效是不一樣的 也就是木漢效果是不一樣的 而且它還要視你的學生的俄成而略 學生特質也一樣的不一樣 然後 我們剛剛也發現 那種傳統的講奏跟PPT呢 原來我們就是想說 那我要很創新的方法 那我是不是要割捨 掉所有的這種比較傳統的講法 我要比較創新嗎 那我就是那個傳統其實就無料了這樣 結果後來剛剛實證的結果發現說 講奏跟PPT還都是很重要的 那尤其是在經濟學的學習上面 尤其是在經濟觀念跟議題的分析上面 這兩個也許就是 它就是一個很基礎的科學 所以它會需要這樣子的一個成分在 然後再來是說 所以如果 我們能夠按學生的組成 來去調整那個多元教學方法的 也許是比率 使用的比率 那也許就可以比較用效率去提升學習成效 那這個是我的形式的部分 大概有三個 所以我的建議大概有三個 有幾個 那第一個是說 如果開學之前 我們可以拿到一些學生的一些資訊 然後在開學之前 我們就可以去做一些回調這樣子 譬如說 如果你的課程呢 是以文學院為主的經濟學的課程的話 那可以採取比較多一個教學方法這樣 那如果是 這邊雙子球剛剛有提到 它其實在學習成效上面 其實蠻重要的角色 所以這個 所以以這個為主的學生 那像Google表單 或者是這種影片 對他們的學習成 興趣上面會很重要 然後再來 若是繁星之豪這些的話 那除了這PP 還有對助理配合 要提供他們 比較詳細的PP的獎益 對他們的學習成效會比較有幫助 這樣子 那這是關於第一個建議 第二個建議是說 那個 我們剛剛有發現 高中時期的這種類別 所以 似乎對於整體的學習 經濟學習成效 沒有太大的差異 那除了經濟課外 上面分數有點差異以外 那 所以其實這個 比較高的學習動機 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引起他們的興趣 跟他們願意投入 其實是相對比較重要的 那 這是我的這個 第一個建議 那接下來是說 所以在 其實我這個班截 還已經蠻大的 是 有99個人的樣子 那 所以 那個 如果搭配有很好的TA 那個TA 都非常的敏感 非常不錯 所以如果搭配足夠的TA 然後在學校資源允許 然後客人經過設計一下 的情況之下 也許可以比較大幅度的開放 外面融玩系的學校 來修復這個經濟學 也就是說 大班教學 雖然壓力很大 然後 但是在學習學校上面來講 他應該不會是 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 這個是 審查委員的建議 我覺得非常的好 就是 我計畫提出去 我通過了 審查委員給一些建議 那他們的建議是說 這個 也許可以提供一些競賽的活動 那 所以我 那個 七月份通過了 我在九月份內 也是那個 一開始我就跟著 媒體 我在其中跑的時候 就加了一個部分 就是競賽的部分 也就比試在百分之二 80 然後競賽在百分之二十 這樣子 所以我就給他們做這個PPT的 你要去找一個經濟個案 然後用他許多的東西去做分析 然後把它做成PPT 然後放在那個 教學E class上面 讓學生去挑選他們最 會感到最 學習到最多 然後用最有序度的PPT出 這樣就挑選前三 這樣子 然後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是 至少同學的反應 他們有時候下課跟我聊天 他們覺得在這個方面 學習到很多 這樣子 對 所以這個 大概是 就是整個 這是我的 最後一頁的PPT 對 所以希望 各位 老師有沒有看到 什麼樣的 這個 建議 或者是 不清楚的地方 我可以再 再看 老師 可能 可能沒有提到那個仔細 就是老師 你那個參與度 用心度 學習成像是怎麼回想去 就是 參與度的話 因為我有請他們填 不夠縫的搖蛋 所以我可以上四個 然後還有 我也進行那個 在E-Class進行考試 然後 所以我會 有拿到他們 有個才能考試的這個 用什麼參與度 參與的次數 對 對 參與度 那用心呢 用心是 像Google Forms 表單 我就 請TA去評分 評說 他填 他這個 填的這幾題 他到底用心的程度 是怎麼樣 就是如果他填的很詳細 嗯 然後 看起來就不是很敷衍的 嗯 然後我就會給他 我就請他給他比較高的分數 這樣子 就是 這個是 那是關於的 TA 主管來 他拼了 對 因為他參與 真的很抽象 對 所以我是用正常方式來去 去評量 那那個成效 你是每一次的成效 還是總成 總成級 嗯 那你有個學習成效 那些什麼 跟性別有什麼關係 哦 那個是 那個是 呃 我用那個 呃 總成級 然後 學期的 總成級 呃 考試的這個部分 考試的 考試的部分 然後還有 那個 呃 呃 除了考試 因為考試還剩三個部分 OK 可以剩三個部分 所以每一個部分 然後我也有去進行分析 就進行回歸的結構這樣子 所以沒有就是 他就是 他就是沒有忘記 是的 因為總成級 我們學期成績 還有一場成績 那他就有 本來就有參與 對不對 對 那個 那個我也有 總成級 就是考試成績 總成績 然後每一個分部的成績 然後還有他們 呃 呃 每一個 呃 呃 呃 那個 那個 一到六分的那個 那個 我有做回歸的這個 全部的結果 特別都 對 就剛剛十五個 呃 十五個那個 那個 那個 就是問卷 這個 這個 每一個 我都 都有去做分析 然後 縱向的加總平均值 我也去做分析 然後 橫向的平均值 我也去一樣 我也要去做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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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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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ll 多少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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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藝術學的來源 然後你們的輩子 剛剛講的這些學習成效 跟學習分數的成績 這樣真的是 小小的問題就是剛剛在提及 比如說參與者 到參與的就有這些 包括學生就學生 就在做人類的資料 就是要幫他們訓練習 對對對 那我遇到課後說 比如說學生反應 比如說我不願意參與這樣 沒有 沒有 我就是讓他們主動 如果你可以填不願意 不願意的話 我就不會要求他們 填剛剛那個15個問卷 他們就不要填15個問卷 可是因為Google phone的成績 Google phone的成績 因為我課堂有參與是10% 所以那個部分他還是一樣的積分 他有參與他還有積分 他有參與他還是有積分 他才會有成績 這樣子 所以成績上面的批約是一回事 但是像剛剛講的主關上面 然後我不會 他竟然不同意 就會用他的資料 所以我的分析就完全 都不能用他的資料 對 對 完全輸掉他的資料 我也 我也跟他說 然後你就不用說 這麼多 這麼多嗎 這麼多 不懂 不懂 再還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就是說 因為剛剛有特別 有遇到就是在教學成績上的地方 成績 特別有一個提到 很多點都提到你的學生 那我就想說 這個會不會跟比如說 因為我們不知道經濟系的學生組成 大概是 會不會也是巴工書或是女生呢 還是 那個 那個 我正門課是開的財經系的 然後 財經系的 就是整個 因為財經系只有 六十幾個學生嘛 那其他三十幾個學生 都是外院外系的 那整個班級看起來 學 哪裡我越來越忘記了 呃 差異不大 差異不大 對 老師再請問一下 你好像說你提過兩次 這兩次是同一個課嗎 有這種 兩次想說 如果第二次 就你們要怎麼提呢 對 我其實審過第二次提的 然後像就是 審那個教學的計畫 那 他們都會 把他第一次提的 跟第二次提的做很詳細的區分 就是說 我第一次提的時候 可能什麼什麼問題也想到 沒有注意到 那我這次打算怎樣去改良 然後預期一樣 其他寫法都差不多 對其他寫法都差不多 我是覺得 都寫得很完整的詳細就是 他就是很著重兩者的差異和貢獻 對其他的不同 這樣子 也是有的 先進去 謝謝 神明 真的謝謝